像白甜之肉膜三费七瘦的那种 加入生抽 米酒 盐 糖 姜泥 白胡椒 香油 玉米淀粉一小勺拌拌匀 用筷子顺一个方向十斤嚼嚼 这一步的专业术语叫上进 也就是让肉馅里的蛋白质充分焦脸 才会更鲜嫩弹牙 接着洗鸡菜 鸡菜根部一般会有很多泥沙 浅如同一个耐心的老母亲一样 仔仔细细把根部洗干净 而不是一刀切掉 因为鸡菜的香味大部分的根里 切掉就没那么香了 这就是老母亲做饭好吃的秘诀 烧一锅水加盐 寄菜下锅串 冲冷后鸡干手筋切碎 加入刚才的肉馅拌匀 接着这里我还会有一个独门食材 就是马苏里拉 知识碎 不要怀疑 法国就是培根受过 知识就是力量 马苏里拉的奶香味非常适合外面的蛋皮 下面颗6个蛋加点盐打散 一小勺玉米淀粉加一小勺水 调匀后加入蛋液 开小火 你需要一个高级中酸厨师必备的大铁勺 放火上烧热 旁边放一小碟油和一小头厨房纸 在烧热的铁勺里擦一圈油 倒入小半勺蛋液转圈圈 让蛋皮成形 趁蛋皮还有一点点没有凝固的时候 放入一小勺肉馅 用筷子小心地夹起一遍 把蛋皮合拢轻轻按一下边 一个蛋饺子做好啦 是不是挺简单 没看清楚的话再来一次 擦油 倒蛋液转圈 放肉馅合拢完成 看我这么快就讲完了 就跟你们说很简单吧 此刻可以鼓掌了 谢谢 看到这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 蛋饺的技术难点 就在于今天蛋皮的火候 火太大 少太热 蛋液一下去就会膨胀 来不及包馅儿 蛋皮太厚 折过来会容易破 勺不够热呢 蛋皮有可能会太嫩 筷子一下就破了 这种对火候的精确掌 我一定要通过认真听我讲课 以及课后作业练习 才能获得一句雪海乌鸦 与大家购免 蛋饺做好后 别忘了蒸个十分钟哦 刚才的一番操作 还不足以烧熟肉馅儿 蒸熟的蛋饺可以蘸醋吃 可以加火腿木耳菠菜粉丝 之类的食材煮汤 可以涮火锅 吃不完了